2014年4月 春节刚过 喜庆的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 对于河南新政的人们来说 过了2月2 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就是农历三月初三 传说这天是轩辕皇帝的生日 这也形成了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的 三月三拜轩辕的习俗 五千年前 皇帝出生在上古的有雄国 在那个时期 中原大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许多 像有雄国一样的部落 此时中原大地上有三个最大的部落 领导这三个部落的分别是有雄市皇帝 神农市炎帝和居住在九里的赤油 当时各个部族相互攻打讨伐 战乱不止 最后皇帝联合炎帝 打败了赤油 统一中原奠定了天下 在各部落蒸伐不断的过程中 皇帝与炎帝共同缔造了华夏民族的统一历史 同时他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落地生根的烙印 姓氏 在皇帝故里有一株姓氏树的浮雕 他的主干为皇帝 并从皇帝分支出了 少浩 专须 瑶 顺等中华民族的人文十足 据说皇帝生长于积水旁 因此姓姬 相传五千多年前 皇帝赐姓时 他的二十五个儿子中 有十四人因德行被赐封了十二姓 中华民族姓氏文化这棵参天大树 开始了他最初的萌芽 在姓氏树的每一个分支上 又有他衍生出的各个姓氏 以叶子的形态散落其中 五千年前 皇帝带领自己的子民 在有雄国繁衍生息 到今天 全中国数以万计的姓氏中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来源于皇帝 我们所要讲的怨性也是其中之一 武丁年少的时候 他喜欢和奴隶在一起玩 所以呢 他知道民间的疾苦 当他继位以后 他任用奴隶扶岳为下 大致天下 出现了天下兴旺的局面 武丁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主 他从小养在宫外 与奴隶为友 做了商王之后 他竟然又任用了一个名叫 傅月的奴隶为相 商王朝是奴隶社会 贵贱分明 等级森严 武丁任用傅月的命令一下 顿时在朝野 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英明的武丁早就想好了说辞 他昭告天下 说自己有天睡觉时 做了一个怪梦 梦到上天赐予他一位闲人 这个人穿着奴隶的衣服 说自己幸福明月 正在做苦役 于是他醒来之后 就到处寻找傅月 终于在修建和霸的苦力中 找到了他 当了宰相之后 傅月不负武丁的众望 历经图治 军民同心 迅速扭转了王室衰微的局势 武丁在位期间 也成为了商朝最为强盛的时代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傅月也是愿性发展历史中的 一个大功臣 位于新正北十八公里的这片田地 曾是皇帝的后花园 就是在这片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愿性诞生了 清乾隆四十一年 新正县志中曾有记载 今县东北三十五六里 有二城相连 其兮苑陵 东则智城也 一条周长约五公里的夯土城墙 将方形的苑陵城环抱其中 当时商朝有一个名相叫福月 它发明了一种比较先进的柱墙的办法 这是叫板柱 这很多都是用那种方法来建的这个城墙 三千二百多年的光阴过去了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城墙经过历朝历代的整修 商朝的夯土基层已经被埋在地下 即使这样 他还是在这里默默地坚守着 五丁在位期间 不仅对内任用贤能之人辅佐朝政 对外又击退了几个部落对边地的侵扰 同时开辟了新的领土 新开辟的领土 五丁直接封给征伐的大将或当地的首领 而对固有的领土 他则像自己的祖先那样 分封给自己的亲信大臣 在分封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 他是皇帝的子孙 自然应当借分封土地的时机 只派一个人前去保护皇帝的故土 这个重任他交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当商朝他传到五丁王的时候 他有个儿子叫文 后来呢被封为怨侯 他的后代就以爵为姓氏 以后所有的后代都称为怨 怨姓的始祖就是五丁的儿子子文 由于皇帝是五帝之首 也是中华人文十足 他的故地不能再封给别人 五丁就将子文封到了皇帝故地 东北方向的院 子文带领院地的黎民百姓定居下来 世世代代地保护着祖先的故土 这种守护一直延续了五百多年 直到院国灭亡 子文出生时 五丁年事已高 听到又得了一个儿子 非常高兴亲自去探视儿子 子文长大后 以勇猛力大而闻名 曾经只率领五百兵士 大获敌军 并亲自斩杀敌方大将 五丁去世后 子文的兄长即位 子文又协助他南征北战 冲锋陷阵 可惜幸运并不总是眷顾 这位中勇的将领 在一次征战中 子文被敌军包围 虽最终脱险 但是身上多处受伤 经过全力医治 还是没有保护 腿也落下了残疾 子文年老的时候 有一年当时的君主祖甲 带领群臣外出狩猎 子文报病跟从 祖甲在行宫大宴群臣 子文因为腿脚不方便而姗姗来迟 祖甲就笑着对子文说 少一幕 博一族 竖清后至 正在饮宴的群臣也嬉笑不止 子文很生气对祖甲王说 我少一幕 博一族 都是为设计征战造成的 大王为何嬉笑我 子文没有参加宴席 就愤怒地离去 于是呢就愤怒地离开了这个宴会 回到家不久就死亡了 祖甲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非常的后悔 他亲自去调研 并且呢把子文还列入了 这个祭祀的行列之内 以后每年都对他进行祭祀 公元前十一世纪 中原大地上正经历着一场血雨腥风 昌昌王荒淫无道民不聊生 各地的人们纷纷起来造反 拥戴激发推翻了昌王朝的统治 远姓的子民与昌王同宗都是皇帝的后裔 昌王朝一经灭亡 怨国势必会受到牵连 于是怨国的君主率领族众 携带祭祀用的器具仓皇出逃 开始了怨姓的第一次拨迁 伤灭后 怨侯的爵位不复存在 经历五百余年风雨的怨国 就这样瓦解冰霄 为了纪念自己的故国 怨国的人们遂以封地为姓 这就是怨姓得姓的由来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经常可以在各种门面招牌上看到怨这个字 尤其是在住宅小区 怨字出现的频率更为频繁 在字典中 怨字有两条解释 一个是古代帝王养禽兽植林木的花园 另一个则是他的延伸意义 至学术文艺繪翠之处 那么怨林故城的怨 是否也有这样美好的含义呢 商都就是我们郑州市叫商都 商都来历就在于商朝都城在这里 在武丁王的时候 将其子文封到新正东三十里 怨陵 怨陵呢就是当时商朝都城的后华园 刚好这个距离也不远 在皇帝在那边赏花狩猎 后来就封他儿子文 到地方之后封为怨侯 怨仁玉是怨姓宗庆会的会长 自子文德怨姓 传到怨仁玉这里 已经是第九十六世了 怨仁玉每年都会回到怨陵故城 赶怀血液中那最古老的诞生地 如今在这片土地上 已经没有了怨姓的后人 每次回到这里 怨仁玉都会向当地的老乡打听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关于怨姓的线索 老乡告诉他 这里曾出土过许多商周时期的器物 在城门的旁边 很多人当地的老百姓 也在建房的时候 或者是种地的时候 也发现了很多的商朝的一些文物 1998年 苑林故城被河南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又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保护措施的日渐完善 这里的文物已经被妥善收藏起来 昔日的宫殿楼阁已不复存在 只有从散落在地上的残砖碎瓦中 才能感受到三千年前 这里是何等的富力与繁华 这都是商朝的什么 按照当时的制作瓦片的工艺做的 非常明显 这里面这到处都是 商朝的 西州的 全部都是 经过了三千多年 那瓦片 还是非常好 在苑林故城的正中 有一块高于平地十几厘米的台地 这里就是当初在苑林城内建造宫殿 而打下的地基 子文被封为苑侯之后 就在这个地方住城而居 这里也是整个苑林城建筑的开端 虽然说当时的宫殿不建了 但是一六二来来 这一个建坊的这个 亨迹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经过了三千多年的藏藏 试过金钱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想到 当初我们所占的这个位置 当初这个宫殿是赫灯的 这个胸壮为巫 如今整个苑林城已经成为遗址 地面上只保留下了几段 并不完整的城墙 远姓本家的后人已经不在这里居住 周围生活的都是明朝初年 从山西迁来的外地人 春秋时期 苑林城附近战乱平伐 东晋十六国时又遭迁徙 隋唐大运和启用时 他为其他周县合并 宋朝又奉金兵南下 历史似乎从不眷顾 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族 这样看来 在苑姓后人流传的故事中 留下灭门之祸的传说 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传明朝初起 院姓有一只人口众多 十分兴盛 在古代人们成婚很早 一般十二三岁的男子 就已经娶亲 为了防止婚后分心 院姓家族 一律用未满十二岁的男孩 做家族中的掌柜 而这些小掌柜 也个个聪颖异常 将家族的事物 管理得井井有条 这本是一件好事 却不想竟成为 家族分散的根源 有一天 朝中一位大臣 出外巡视 来到院家 听说家中掌柜 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就有意来到院家查探 他对小掌柜说 听说你才十二岁 不知我出一个难题 你能否解决 说吧 就让亲兵拿出三个梨子 让小掌柜 分给自己带来的兵马吃 小掌柜想了想 微微一笑 吩咐仆人将梨子拿到后厨 不一会儿 仆人就将梨子剁碎 放入水中 分成许多碗 给兵将们饮用 本想故意为难 小掌柜的大臣 看后面红耳赤 一计不成 于是他又失一计 要小掌柜 让千军万马 都吃上饺子 谁知小掌柜 并没有露出难色 反而胸有成竹地 向仆人耳语几句 仆人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 一盘盘饺子 就端了上来 大臣觉得十分奇怪 就借机向屋内窥探 只见后厨 并没有起火做锅 仆人从一个容器中 用筷子往外夹饺子 饺子总也夹不完 原来院家竟然有一个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大臣十分极恨 又无可奈何 只好带着人马 回头土脸地走了 从此之后 大臣怀恨在心 回朝后 就向皇帝告御状 尽谗言 皇帝下令将院士满门抄斩 院家子嗣 嗣散逃走 从这时开始 院士家族才分的家 传说是真是假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 很有可能 是由明初大槐树移民的 历史故事发展而来 朱元璋称帝后 中原因为连年战乱 而人烟稀少 他便下令将 辖乡之民迁于宽乡 迁徙的过程 少不了逼迫与强制 而当时的律法又规定 同姓同宗者 不能同牵一地 这或许就是传说的来源 经过我的这个调查 我发现 我们院性的 这A B 性的血型啊 特别的多 也有A 性的和 B 性的 但是基本上 O 性的很少 血亲的延续 赋予了院性的后人 强烈的归属感 当紫文的子孙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如影随形的血缘 依旧召唤着在外漂泊的游子 回到家乡追寻根的印记 一个姓氏连接五千年历史 一种文化穿越三千年沧桑 一份信仰通达万年之前的天地洪荒 这是皇帝留给子孙 关于生命的纪念 当每个人的血液汇聚在一起 那就是整个民族